本章主要分享的是无中生有的故事25 那讲的是其他人无中生有的故事 那这个人基本上来讲这个人非常有趣 那基本上他典型也跟我有点类似 因为我们都是科技人 然后具体上来讲 他就是协助科匹 我们今天讲的上去的一个广告人 那同时也是我们讲说 死在AV旅游的社会观感之下 那这是他分享出来的故事 他提到他曾经在他学生的时候 他就很会搞钱 就是很会去弄钱就对了 然后他那时候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因为他非常喜欢看出 然后他到成品书局打工的目的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成品书局 你只要是大工读生 然后你基本上你可以带出 七本新书 或者是二十本新书的样子 然后到时候隔天可以再放回家上 所以其实他去打工 他可能只花一两个小时去打工 可是目的是要把这些书搬出来看 所以他看了很多书 他觉得说自己赚到很多 为什么 因为与其书的话你一定要去买 那每一本三百块的话 他一个晚上可以看掉 单纯来讲 假设十本书的话 然后他就赚到三千块 那可是他事实上他在那个地方做工读生 打工只要一个小时 或几个小时 他觉得物超所值 这是他的成品书局的打工经验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无中生有 为什么 取得知识的同时 也让自己赚到更多钱 那赚到更多钱是怎么计算的 就是以看到他看到多少本书 乘以他的单价 就是他所赚到的钱 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部分是他提到他怎么去翻译 那我们先不讲了 就是说 书局要去找到翻译一定有个原因 一定是他有某种程度上的知名度 那他为什么有办法创造这样的知名度 就是因为他很爱玩这种科技的东西 也会写一些程式 也加设一些BBS站 那姑且不论谁 找他来做翻译 你知道他翻译是怎么做的吗 他竟然是把一本书 然后引印起来 然后剪成一条一条一条的 那时候的扫描器还没这么进步 然后他就弄一台扫描器 然后把这一行一行的单字输进去 因为那时候他可能也 打字的能力也很差 所以基本上输进去之后的话 是不是文字就出来了 那文字出来的时候 他又去下载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我们今天讲就是 类似翻译机的东西 然后就这样就把整本书翻译出来了 那翻译出来之后的时候 他就依靠他自己对这一本 这种科技 因为他那时候翻译的是一种 电脑方面的书 他对这个科技的了解 然后就把它语句顺了一下 然后就丢出去 后来还真的出版了 他说前前后后这个东西 花不到几天 他就整整赚了好几万块 那这个东西 当他分享出来的时候 我听的瞬间我个人是傻眼的 因为基本上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我们的做法不是这样子 我们对品质是有非常高要求的 不会用这么脱工减料的方式 可是重点的时候 他这笔钱他就赚到了 那后来的时候 他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那这个东西 我个人也是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 因为他是跟我一样 是资讯器毕业的 他去开一个广告公司 竟然还有人买单 那他当初第一笔钱 他怎么赚呢 他说基本上来讲 他是有钱赚就好 他那时候他怎么赚钱的 就第一个卖公司行号登记 第二个部分卖发票 然后各位懂这意思吗 那大招呢 也帮人家做一点账啦 然后做一点广告 然后后来的时候 才可以开成一个很大的广告公司 也就是说他认为 其实人生是可以现做现学的 也就是说基本上 没有人是完全准备好 然后才开始做某些特定的事情 那这样的一个经验分享 真的让我非常的surprise 也是在我心目中认为一个 认为是一个很好的 无中生有的一个典换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经验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 自在法拍这本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